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 我喂你 我自己来 你都伤成这个样子了 怎么可以呢 我喂你 怎么样 好吃 好吃啊 好吃 那我也吃一口 好啊 原来你让我先吃 但是是为了试试看我做得好不好吃 不理你 我的娘子啊 其实啊 你做的菜 我吃在口里 甜在心里 我现在看到你的手受伤了 其实 我的心里非常难受 血了 宝儿 来 吃口菜 不吃吗 你 来 多吃点 我可以吃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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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个 air 我心中爱的是大哥 可是我 我却被魏豹给强暴了 我怎么向大哥说出口 告诉大哥 我爱的是他的 其实我心里也明白 魏豹心里爱的也是王宝川 我只是他的一个牺牲品 如今 大哥娶了王宝川 魏豹又不爱我 我该怎么办 我真的无路可走了 王宝川 我又今天全都是败你所赐 我恨你 我恨你 我恨死你了 好 我在人间斗不过你 我 我 做鬼都不会放过你 大哥 大哥 再见了 平贵现在在寒阳外播种耕地 你们把这儿的土翻一翻 我们就可以种菜了 你这个想法太好了 但是我们曾经尝试过 没有一次成功了 杨二嫂说过了 是我们的方法不对啊 是啊 二嫂 我之前还在那儿 养过什么鸡呀鸭呀的 都养不活 我养过马 我还养过牛呢 都不行 我养的养都跑了 还马牛又养的 如果我们养过的话 干吗还要出去要钱呢 神经 我曾经听焦书先生告诉我 怎么样去耕地种菜 我可以教你们呢 天下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我们试试看吧 大家听到没有 听到报社说了没有 来 咱们放起来 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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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二嫂 那第一步我们要先怎么做呢 就是啊 对 你们一边做 我一边告诉你们吧 好了 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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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我住那边啊 先把土松松 慢一半啊 阿狗 来 喝水吧 谢谢二嫂 大哥 你都流汗了 辛苦了 我帮你擦擦 来 喝水 喝水 喝点水吧 张伍张伟 辛苦了 辛苦了 我帮你擦擦汗啊 来 喝水 喝水 给我喝的 上啥 我 你这是太过分了你 二嫂救命啊 你给我站住 二嫂救命啊 你客气 你站住 你客气 你站住 阿狗 你 你 让我走 小琪 你别上 Jour 你已经昏迷一整天了 你 小琪 你别起来 你也在发高烧 你先躺着休息一下 好 你为什么要救我 你为什么不让我去死啊 如果你死了 我会遗憾终生 你有什么好遗憾的 我只不过是那个 王宝川的替代品 你放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公主驾到 儿臣叩见父王母后 丽娜叩见大王王后 戴战 你可知罪 儿臣不知所犯何罪 本王早已下令 不准你随便外出 你居然敢再偷跑去 中原 大王王后 此事不怪公主 都是丽娜怂恿公主去的 丽娜 你好大的胆子 本后不是叫你看好公主 竟然敢怂恿公主 来人哪 母后 这件事情 真的不可以怪丽娜的 是因为女儿坚持要去 丽娜无奈之下才陪同的 而且我们这次去中原 真的是为了打探大唐的虚实 不信你可以问丽娇了 好 好吧 丽娜 你就先站起来吧 谢王后 大王 王后 此次去中原 公主和丽娜 确实帮了我不少的忙 这一路之上 他们探尽了唐朝军营 也把进宫长安的路线图 画给了凌霄 王后 待战啊 你知道凌霄这么做 是为了什么吗 他无外乎就是要维护你 保护你 照顾你 像这么好的夫婿 你要是再不要的话 母后可真的要生气了啊 母后 今天我们是要讨论 攻打长安的事情 不是来说儿女私情的 你 王后啊 你就不要生气了 让戴战说 正如凌霄所说 中原无人可以降抚红宗列马 可见唐朝并武能将 此时不进宫更待何时 我也觉得凌霄说得有道理 现在 的确是攻打长安最好的机会了 是啊 父王 还不快点下令攻打长安 咱们十八年前跟大唐一战 是到了要学耻的时候 众位大臣 你们觉得如何呀 大王 嗯 这两天 林霄探到了一则消息 说 大王 南赵的密探来报 南赵王蠢蠢欲动 想要新兵攻打大唐 真的 嗯 林霄 那你的意思是 我们联合南赵 一起来攻打大唐 不 大王 王后 据我林霄所知 那十八年前 拜我们大梁的大唐勇将刘映 虽然年过花甲 但却依然骁勇善战 他带的军队所向披靡 我军不宜和他正面对阵 我想 等到南赵出兵攻打大唐 那唐王必派刘映出征 一旦那刘映离开了中原 便是我大梁 攻打长安的最好机会 嗯 林霄不止是我大梁第一勇士 而且 智勇双全 嗯 是啊 有这么一个知勇双全的第一勇士 当副元帅 女儿来挂帅 父王母后 你们应该不用再担心了吧 咱们不用担心哪 现在什么事情都是林霄在做 林霄在策划 林霄在运筹帷幄 你什么事情都没做 凭你 就可以领兵打仗啊 母后 哦 反正不管怎么说 比武是我赢了 就是应该由我来挂帅 不可以返回 大王 王后 当日比武 林霄确实输了 应该信守承诺 有公主挂主帅 林霄愿为副帅 从旁协助 好吧 就先等林霄的好消息吧 好 我们就等那南赵出兵以后 我们再出兵攻打长安 好 东西准备得很好 娘 你准备这么多东西 是要做什么的 盈川哪 今天是你妹妹宝川回门的日子 她一会儿回来啊 把这些东西都给她带回去 娘 我看你是白费心思了 盈川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这一来 那乞丐窝里堆不了这么多东西 二来呢 汪宝川 他是绝对不会回来的 照规矩 新娘出嫁三日必须回门 岳母准备这些东西 就是希望接他们回来 岳母啊 这宝川不是已经被岳父赶出门了吗 那还准备这些人干什么 你给我闭嘴 不管怎么说 这礼数最重要 宝川今天是回门的日子 他怎么能不回来呢 娘 你先回屋歇着吧 等宝川回来了 我带他去见你 小莲 陪夫人先回屋吧 夫人 我们回房休息吧 宝川一回来就马上告诉我 我急着要见他 是 娘 唉 娘啊就是不信我的话 咱们等着看吧 看王宝川会不会回来 我觉得也是 根本就没有必要准备这些东西 这是岳母的主意 你不要多嘴 姐夫 我怎么多嘴了 岳父已经说了 不许任何人见三姨妹 也不许把东西给三姨妹 这事要是让岳父知道 住嘴 越说越过分了 你怎么这么说卫虎呢 他可是整天在外面辛苦地巡视着 卫爹尽忠职守 那像大姐夫 闲着没事做 只会帮着外人 你 大姐 只不过我曾听卫虎提起过 这次薛平贵能够进彩楼 就是大姐夫他故意放水 让薛平贵可以进去的不是吗 没错 是我放他进去的 你们能怎么样 大姐夫 你的胆子也太大了 这事要是让岳父知道了 可就麻烦了 卫虎 这件事是我出的主意 如果我爹怪罪下来 就由我一个人承担 大姐 你明知道爹不愿意让薛平贵进去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殷川 你也知道保川他一心一意 就想让薛平贵进去 可是爹的命令伟大 是 爹的命令是伟大 可是我认为保川的幸福 应该由他自己来做主 大姐 好了 殷川 难道你忘了 卫虎他当初 怎么入赘相府的吗 难道爹 他当初看中的是卫虎吗 还不是你死哭活求的 非要嫁给卫虎 难道你可以为自己的幸福争取 保川就不可以吗 娘子好了 好了 这件事情我承认 是我违反了岳父的吩咐 你们犯不着这么争吵 是 是 娘子 来来来 大姐夫说得对 这事已经过去了 所以这事呢 我就没有向岳父汇报 完全是看在大姐 大姐夫的面子上 再说咱们一家人 何必伤了和气呢 是啊 反正不管怎么说 我就是反对把东西给王宝川 殷川 你也太任心狠心了 毕竟宝川 是咱们的亲姐妹啊 我不承认 大姐 不如咱们来打个赌吧 打赌 赌什么 赌王宝川 今天会不会回门 今天是回门的日子 但是我跟爹三七长 已经对爵父女关系 我是回不了家的 只是娘会不会等我 会的 娘一定会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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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回门的日子 娘盼望着我回去 我该怎么办 薛郎 在想什么呢 有什么话不便跟我说 今天是回门的日子 出家的女儿三天后 有新婚夫婿陪同回家 家里头会热闹的庆祝 会办酒席艳客 亲友会夸新娘子好福气 家里一个好丈夫 你想回去 倒不是回去的问题 我想娘一定会等着我 她没看到我 一定会很担心 所以你在回去 和不回去之间为难 是 我有办法 你有什么办法 你太辛苦了 我还是下来走吧 我没事 更何况这么远的路 我怎么能让我的宝儿 走路回去呢 我说我要背你 你又不肯 大庭广众 我怎么能让你背呢 所以呢 我只能用这辆推车 来送你回去 血狼 你对我真好 放心吧 一切由我 我说过了 我不会再回相府的 我知道 你在这儿等着 我去叫门 三姑爷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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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通报相国夫人 三小姐回来看她 请她一架出门 三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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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你了 麻烦你去帮我通报医生 是 小的这就进去通报 平文 平贵 谢谢 谢谢 谢什么 为你做这些事情 是我薛平贵应该的 我们今天站在这儿 不算是回门啊 待会岳母出来见你 那才就回门了 你没有违背你的诺言 没有踏进相府半步 可是如果爹她老人家 又为难你了呢 宝儿 为了你我什么苦都愿意吃 只不过是挨骂 又不会怎么样呢 平安 好一对恩爱的乞丐夫妻呀 是够恩爱的 好 我听家丁来报 说相府的三千金又回府了 还要我娘亲自出来迎接她 所以我们夫妻俩 就专程出来看看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二姐 谁是你二姐 别叫得这么好听 王宝川 你已经被我爹赶出相府了 你没资格叫我 喂 你 你回来干什么 怎么了 才过两三天苦日子 就挨不住了 想要趁这个机会回相府啊 薛平贵啊 你的狐狸尾巴终于是露出来了 怎么 想到相府 来分一杯羹吗 我薛平贵从没有想要 得到相府的任何好处 今天是回门的日子 我带宝川回来 有何不对 当然不对 他又不是相府的人 回什么门呢 二姐 你说话不用这么尖酸 我只是想见一下娘 你是回来见娘的是吧 这见娘怎么还空着手啊 不过没关系 咱们相府也没准备 你们回门的礼物 你们哪 别在这儿耗着 赶紧走吧 就是啊 如果你们是想要 来这里讨钱的 我们是一文钱 都不会施舍给你们的 好 我不会进门去的 我只是想跟娘说几句话 不用了 王宝川 你给我听清楚了 这王相国只有两个女儿 一个叫王金川 一个叫王银川 已经没有你王宝川的存在了 而且我们相国府 禁止闲杂人等在这里逗留 更不准乞丐在这里乞讨 来人哪 在 在 将他们轰走 这 二小姐 二小姐 王银川 你这么狠毒地对你妹妹 你不怕有报应吗 薛碧贵 你给我住嘴 我娘子说的事 就是相府办的事 我再告诉你 京畿种地的安危 由我卫护父子 从今以后 我不会让那帮乞丐 在长安城乞讨 如果让我再发现她 我见一个抓一个 见一双 抓一双 来 咱们走 走吧 宝川啊 你的心意已经到了 你已经回门了 可是他们不会让你见娘的 咱们走吧 可是 我没见到娘 我不甘心 相信我 总有一天 我一定会让你见到娘 走 走吧 终于把他们赶走了 都给我过来 好 二姑爷 二姑爷 刚才你们都看到什么了 这个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如果你们敢乱说 让夫人知道 王宝川和薛平贵 曾经来过相府外 要小心你们的脑袋 我卫护说到做到 都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了 来 娘子 幸好你够机灵 特意在陈堂等着 不是 要是让家丁进去禀报 那娘一定会出来见他们的 娘子 别生气了 当心自己的身体 幸亏咱们已经把他们给赶走了 希望他们能够识相一点 不要再来相府了 那咱们进去吧 天都快黑了 三小姐和三姑爷怎么还不回来呢 是啊 再不回来这天真的就黑了 到时候爹该回来了 我怕爹他 不会的 我看这两天哪 岳父的情绪有所缓和 只要他们回来给岳父道个歉 我相信一定会重新接纳他们的 好 但愿如此 相爷回府 相爷 爹 岳父 机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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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父何时如此高兴 我这 两个好女婿至今尚无表现机会 这次边关来报 南诏情造反 老夫明日起奏皇上力保苏龙卫虎 挂帅出征 岳父 多谢岳父栽败 如果小婿能够挂帅出征 定能竭尽全力报效朝廷 绝不辜负岳父苦心栽培 贤虚啊 不用客气 我对你啊 还是挺有信心 就是那个卫虎 虽然武功不错 但是个性毛躁 我希望你啊 多多地待他 别让他惹事 岳父放心 小婿自当紧急 相爷回来了 女儿回来了吗 这不是你的女儿吗 我说的是宝川 宝川 你替他干什么 他怎么可能回来呢 爹 是这样的 今天呢是宝川三回门的日子 我跟娘正在等他呢 乱人哪 回来了吗 我早就说过 他早就不要这个家了 你们还等什么等啊 爹 相爷 干吗生这么大的气呢 女儿嫁出去了 做父母的难免牵肠挂肚吗 如今他眼里只有那个薛平贵 生他养他的父母 算得了什么 爹 宝川自小一向很孝顺的 您不要因为这件事 就这样责怪他 好了好了 老夫已经说过了 没有这个女儿 以后不要再提他了 这 相爷 求求你 让三小姐回来 好不好 祖龙 在 你过来 老夫有话跟你说 是 相爷 相爷 相 相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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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难怪我爹生气 娘 你说这宝川 今天是回门的日子 到现在了还不回来 难道他真的不想要这个家了吗 这个宝川哪 也真是的 这天都快黑了 怎么还不回来呢 小莲啊 你有没有到大门口去看看哪 看了 刚刚就去门口看过了 家定说 小姐没有回来 这孩子变了 变得心那么狠哪 连回门的日子 都不回来看看娘啊 夫人 或许三小姐她要事 她是不敢回来 她怕相爷怪她 什么不敢哪 亏了我还这么疼她 算了算了 算了 随她去吧 夫人啊 如果连你也这样说 那 从今以后 三小姐 恐怕就永远都回不来了 那你说让我该怎么办呢 我本来想 今天趁着这个日子 让她回来一趟 可到现在都不回来 难道让我这个做娘的 去求她不成啊 好了 娘 你也别太着急了 过两天我去看看她 这样也好 金川哪 娘 你先替娘去跑一趟 打探一下宝川的消息 如果她说愿意回来呢 娘就是拼出了这条老命 也要跟你爹争个道理 如果她要是不肯呢 我就死在她的面前 娘 你就别说这种生气的话了 是啊 夫人 要是三小姐 她听到您这样说的话 她一定会很伤心的 她伤心 她要伤心就不会离开我了 从小到大 都没离开过娘半步啊 她上次 她失踪 我就吓得心惊肉跳的 她 可是夫人 好了 小莲 这两天 你如果上街的话 遇到那些人 就好好地打探一下 看看 宝川她现在过得怎么样了 这女儿啊 长大了 这嫁了人了 就变了 不惑的 夫人 那一天小莲我去看小姐的时候 她一提起夫人您 就一直哭个不停 她还说 她最想的就是夫人和相爷 还有大小姐跟大姑爷 所以三小姐是爱这个家的 是啊 娘 笑脸她说得对 你就别太难过了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临身 谢皇上 启禀皇上 南方传回急报 南赵 起兵造反 请皇上定夺 南赵 居然集结兵力要造反 启禀皇上 南赵王不思皇上恩责 时常让他的署名 抢劫咱们经商的商人 对我大唐非常不敬 去年贡品尚未进贡我朝时 老臣心想 南赵可能有异动之心 果然不错呀 王丞相 因你之见 启奏皇上 朝中的苏龙将军 及中侍郎魏虎 两个人武艺不凡 统帅带兵绝无问题 老臣力保苏龙魏虎挂帅 前去讨伐南赵 启奏皇上 老臣有话要说 左丞相 您有什么话想说 前些时候 西梁进攻一匹 红宗列马 经文苏将军和魏将军二人 曾经摔下马来 老臣怕他们身体尚未复原 启禀皇上 微臣只是一时不慎才会摔下马 肩上这点伤根本算不了什么 再说早已痊愈了 启禀皇上 若让微臣挂帅 微臣定当竭尽所能 请皇上定夺 那左丞相该见何人 臣认为刘将军非常合适 刘将军 好 刘将军身经百战 不管是南赵还是西梁 都该由他评定 才会归顺于大唐 刘一 上前听封 臣在 朕 现在就封你为平南大将军 立刻率领十万大军 前往南赵平定 微臣遵旨 岳父 这左丞相是存心跟您作对啊 如果这次我跟大姐夫带兵去平定南赵 那肯定是易如反掌 可皇上为什么要刘毅去呢 刘毅年事已高 能不能调兵潜将 我都替他担心呢 卫胡 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 刘大将军身经百战 当初西梁南赵 就连后来的高沟丽 也都是由他率军平定的 如今他正值壮年 由他带兵正是好事啊 那 好了好了 你们俩别吵了 皇上宣告刘毅讨伐南赵 我没话说 我气的是你卫胡 岳父 又不是我不肯去 您气我干吗呀 当时你自己逞强 说你能够降服红宗猎马 结果自己摔下了马背 还摔得很难看 你的大家议论纷纷地 看清我相父的实力 岳父 这 这也不能怪我呀 我也没有想到 那匹马那么顽劣 那么难想 大言不惨 你还好意思说 岳父 切莫生气 以小叙看来 那匹马不仅性情顽劣 而且有些古怪 想必能降服此马之人 将来定大有作为 如今这红宗猎马 千万人士气 全都摔下了马背 谁也不敢碰 就连皇上都下旨 如果谁能降服此马 就将此马送给谁 并封为神威将军 如今小叙只是担心 西梁的人知道 咱们朝中无人能降服此马 必定心生意心 我看那个西梁来势灵霄 双目炯炯有神 想必也是一员猛将 猛将 什么猛将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 他应该是西梁 唯一挂帅之人 岳父 这怎么可能呢 那西梁怎么会派一个挂帅的人 来送贡品呢 这画外之人 只是成年吃牛羊肉 长得高壮一点罢了 卫虎 你不要瞧不起灵霄 如果真生了反形 打起仗来 他一定是个难缠的对手 我说大姐夫啊 你怎么老是长人家志气 灭自家威风啊 如果这次皇上 让我们两个人 去带兵平定南兆 那肯定能把南兆打起来 好了 卫虎 你别静说大话了 太刘易去也好 只要能尽早地平定南兆 大唐欢庆之际 也就忘了老夫三女儿的事了 要不然我 对呀 岳父 现在整个长安城 都在讨论三姨妹嫁乞丐的事 我今天上朝同僚都问起我 我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 你 岳父大爷 若想平息三姨妹的事 小叙倒有一个办法 血狼 喝点水吧 再来一遍 好 来 吃饭 这几天辛苦了 辛苦了 来 吃饭 这几天辛苦了 没你们辛苦 这几天早上大伙一起干活 到了午后呢 大哥又赶进城里面去乞讨 而你又洗衣服做饭的 你们才辛苦 我没事 我想做一些刺绣 让小青拿到城里去卖 不用那么麻烦 我们不是已经耕田了吗 那也要一段时间才有收成啊 对了 对了 你不是说要接小青回来一起住的吗 你干什么呀 你去跟卫报说 我要见他 他要不出来我就打进去 我 我马上去找 马上去找 还有 就学习出来见我 阿南 等你等到春红退 等你等到春红退 等你等到夏绿醉 等你等到山白头 等你等过几个球 等你等到鲜山落 等你等到鱼而破 等一等到我心痛 等一等到没有 为你留下最后一点 反复心酸素于谁 往事不堪再回味 失去的爱难再追 为你留下最后一滴泪 痛苦伤心为你流失 无奔寂寞深憔悴 没敢何人回 为你留下最后一滴泪 满腹心酸素于谁 往事不堪再回味 失去的爱难再追 为你留下最后一滴泪 痛苦伤心为你流失 无奔寂寞深憔悴 没敢何人回忆 无奔寂寞深憔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